這個裂縫的寬度 最寬的地方有超過30公分了啦 那最窄的地方也有差不多25公分 高低落差就7公分了 這個裂縫 來看看啊 什麼都已經拉完了 裂縫 量不到 地基下陷了 可能忽然全部都陷下去了 這邊是一個破口耶 然後呢 這邊 這邊整個道路都可能塌陷下去了 所以導致這邊還需要 然後趕快緊急的修補 如果年中市府就沒錢了 然後就不做事的話 那我是建議啦 新北市政府齁 每一年的暑假過後 就直接解散就好了 市府的大水戶就是這樣子 那新北有四百多萬人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什麼東西 就是都一定去做 因為其實我們是沒有這個預算 所以我們一定是 侯市長來他也不敢說 我們 市長來他也不敢說 市長來他也不敢說 市長跟我們的角色不一樣 我們 comedy 市長你一組去農織車市 可能獲得多 不算是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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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